我愿意跟你一起去 我打扰了 我什么都没看见 林志孝 进来 林志孝 我不是跟你说 我让林志孝先回去了 那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这件事情 就真的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那个病人可是你确诊的 可惜 这件事情就不要再劝我了 好 我不劝你了 只要你喜欢 做科研也不错 要想快速地在科研领域取得成就 我最好去国内顶尖的实验室 我陪你一起去 我怎么从来不知道 你有专攻学术的打算 以前是没有 可是为了你 我愿意跟你一起去 我打扰了 我什么都没看见 林志孝 进来 你刚才不是说有事情要跟我聊吗 现在我们好好聊一聊 古卫 进吧 高医生 不好意思啊 我跟林志孝 还有点工作要聊 你先去忙吧 我话还没说完 坐下 刚才不好意思啊 不过 我希望你能够好好考虑考虑 前女友吧 不过 像你们这种事情啊 我在学校里看多了 虐恋情深 但是分手了 她想复合 你不想 也想再虐恋她 对不对 想象力很丰富啊 不是啊 那就是 她喜欢你 但是你不喜欢她 这再不是的话 难不成你们两个秘密谈恋爱了 急逗你又喜欢上我 行 林婷 你现在可以走了 不是吧 顾医生 这么绝情啊 你刚才好歹 利用了我一把 谢谢啊 可以走了 顾医生 关于林老师手术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今天不说清楚的话 我是不会走的 你别老跟我说什么 个人原因 个人原因 这种理由来搪塞我 还是你不喜欢我 给你买的礼物 那你喜欢什么 你就跟我说 我去给你买不就行了吗 你看 其实这样的 你买的礼物呢 我真的非常的喜欢 要不你帮我洗一个橙子吧 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真的 行 那你等着 我去跟着你洗个橙子 去吧 很快 我心想怎么能看 去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